穷小伙进城寻找从未谋面的未婚妻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他的未婚妻正被人围着吃豆腐 看着被围得水泄不通的豆腐房 梁伯涛本想挤进去 不料却连个缝隙都找不到 无奈他只能扔出一把铜钱 将围绕豆腐房的人吸引走 看着美艳动人的豆腐吸尸 梁伯涛以为他就是自己的未婚妻永春 刚准备上前相认 不料却看到身着男装的永春出现 亲手为万艳娘擦汗 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 梁伯涛大失所望 他以为永春又有了心上人 为了不打扰二人 只能默默离开 到了晚上 梁伯涛来探望永春 不曾想看到的却是衣着清凉的万艳娘 就在他看得入泥之际 一道人影出现 你是什么人 我是飞天猴子 叶永春再次你别那么放肆 我是请你回山寨 眼见飞天猴子再次出手 梁伯涛一跃而下将其击退 见有人出手阻止 飞天猴子大怒 出手攻击梁伯涛 梁伯涛虽然武艺高强 可飞天猴子也非一般人 两人互对一拳后拉开身温 知道纠缠下去对自己不利 飞天猴子跃上墙头离开 梁伯涛见状也紧随其后 等永春闻生出现后 院中只剩下万艳娘一人 得知是山贼抓人后 永春当即追了出去 另一边 飞天猴子欲要逃走 不想却被梁伯涛拦住 他不能容忍有人 打自己未婚妻的主 果断出手攻击飞天猴子 十年的武术修行 让他的武功大有长进 飞天猴子不是其对手 被梁伯涛一脚快飞 听了梁伯涛的话 飞天猴子知道今日难以善良 于是不再废话 开始变换进攻招式 一时间竟然压制住了梁伯涛 并且出气不易将其抓伤 好在梁伯涛武功高强 及时调整过来 反手抓住其脚踝 将飞天猴子狠狠摔在地上 杜兜也掉落出来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飞天猴子趁机仰起尘土 迷了梁伯涛的眼睛 趁着空隙逃之夭夭 等梁伯涛恢复视线后 已然找不到其身影 就在他走上去捡起杜兜时 永春及时赶到 以为他就是采花贼 立即出手攻击梁伯涛 梁伯涛刚刚经过大战 体力还没有恢复过来 此时交战自然不是永春对手 没有坚持几招就被打倒 此时万艳娘赶到 赶紧制止了永春 不是他 你打错人了 公子 你的赌兜我帮你抢回来了 公子 公子 真的不是他 不是 真的不是 知道自己打错了人 永春心中十分愧疚 于是亲自上门道歉 兄台 昨天晚上是实在不好的意思 既不如人 无话可说 严重严重 兄台高兴大名 哎 败君之将 不必多问 见梁伯涛不愿意表明身份 永春以为是江湖中的同道中人 留下一些疗伤药后便离开了 第二天 梁伯涛再次找到万艳娘 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他觉得二人和小时候不一样 小时候 是啊 小时候我们俩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 什么话不说 可是你觉得太漂亮了 也太温柔了一点 这怎么回事 万艳娘听后知道梁伯涛误会 他刚想开口解释 不料却被黄学舟突然打断 他以为梁伯涛是来和自己抢万艳年了 于是对着梁伯涛大打出手 可他一个书生怎么可能是五生的对手 一脚便被梁伯涛击倒 为了平息二人矛盾 万艳娘约梁伯涛晚上三更在后院一学 这一幕恰巧被方姑听到 于是他偷偷拉住黄学舟 以一百两的价格 将二人约会的事情卖给了他 并附上房间号 此时的黄学舟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掉进方姑的陷阱中 万艳娘被窝 来了一场激情大战 殊不知这个房间住的其实是方姑 一番云雨过后 黄学舟以为自己成功拿下了万艳娘 于是在临走时 丢给万艳娘一只鞋当定情幸运 看着离开的黄学舟 万艳娘一脸猛逼 就在此时方姑出现 地把将破鞋抢走了 就是你 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穿着吗 另一遍 咏春知道飞天猴子肯定贼心不死 一定还会来抓万艳娘 于是故意放出风去 称自己要离开村子几天 山贼听闻后将消息告知飞天猴子 飞天猴子知道后再次前往村里 而咏春早已在半路等候多时 使用火牢之术将其控住后 便拿着木棒对其攻击 飞天猴子连梁伯涛都打不过 自然也不会是咏春的对手 全城都被咏春压制 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飞天猴子扔出斧头做掩护 趁机想要飞身逃离 咏春自然不会给其机会 击飞木棒的火苗攻击其下地 成功将飞天猴子废掉 解决了飞天猴子后 咏春返回豆腐房 万燕娘将咏春迎进屋中 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梁伯涛看见 愤怒的他跑到屋外 戳破窗户想看二人要干什么 没想到却看到一个女人正在宽衣 他以为二人要行苟且之事 于是当场将两人叫了出来 质问万燕娘为什么这样对自己 莫名其妙的话搞懵三人 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 你还不承认我明明看见他在脱你的衣服 我没有脱过衣服 我还不承认我连胸都看见了 闻听此话 咏春知道对方看到的是自己 果断出手教训梁伯涛 被我拆出来就杀人变口 咏春并未解释什么 再次出手将其击退 爷永春 自从你十岁年去了云南 我就一直想着你 现在我亲力挑挑来找你这个未婚妻 我梁伯涛真是笨 你是够笨的了 刚刚脱衣服的不是我 是他呀 这下个亏大了 见自己刚才不小心竟然看光了女子 梁伯涛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尴尬的笑笑 万燕娘本想解释清楚误会 不料却被永春制止 将梁伯涛赶走 怎么样 你伤得重不重啊 他身上不会伤的 伤的是心啊 你怎么不告诉那个臭小女的谁啊 告诉他有什么用 梁伯涛喜欢的不是燕永君 另一边 飞天猴子被抬回山寨 看着老二下面已经成为烂企 飞天星星竟然放声大笑起来 谁能想到采花无数的飞天猴子 今日竟然被花给采了 看着大哥不帮自己反而嘲笑 飞天猴子痛心疾首 谁把你唱成这样 是燕永春 是个女的 好 我帮你出这个劲 为了帮猴子报仇 星星带着小弟袭击村落 可这次他们并没有烧杀抢猎 反而是置办结婚的东西 如此神奇的一幕看待了永春 你怎么办去吃 你到底抢谁家的闺女啊 我要抢万燕娘 大胆 听到后院万燕娘叫声 永春立刻返回 却发现星星正在打木桩 出城 出城 努力